立法院的院会已经三读通过了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 通传会就是NCC未来掌理事项 依据法案第三条会新增加 网际网路传播政策的制定 也就是说简单说起来就是 NCC未来也会来管这个网路的内容 他们把自我定位为一个监理机构 因此包含了一些Google 脸书 还有YT这些大型的跨国平台业者 未来都会被管 不过立刻引发外界很多的讨论声浪 我们来看到像是立委高宏安 他就质疑了 网路新闻你也要管吗 他认为说政府不应该把社会秩序 还有言论自由的界线来做混淆 但是现在引发大家很多的讨论 我们来带您看看的是资深媒体人 彭文正彭P他分析了 他说其实蔡政府想要推动这件事情 背后的目的就是为了东厂 还有网军的便利 彭文正他也提到了 NCC这样的做法更善于当年的太阳花运动百倍 伤害台湾的人权民主价值 而且彭P现在呼吁大家 一人一信写信到NCC 先来检举一下在网路上的色情网站 同时他希望大家把检举信 全部都留下来寄给他 让NCC能够先来管制色情 因为他认为如果连这个都管不了 也抓不到 那么就代表你NCC的能力有问题 他还说如果在一个月之后 NCC的官员没有回应 没有执法的话 那么他就会请律师来加告 NCC每一位委员甚至是主委 独职还有图例 要送给NCC一份大力 另外现在大家都在问 这个NCC也要来管网路新闻 这个部分到底能不能够接受呢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他指出 其实NCC背后的目的就是要让平台能够警惕 他质疑的是你以为你是世界政府 而且大部分的立委其实也都持反对的立场 至于NCC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草案呢 郭正亮他直言 因为他就是想管 同时郭正亮也说了 NCC真敢死啊 你到立法院去审查看看 当然现在针对了这个部分呢 其实很多的网友也是热烈讨论的 直言说 未来PTT到底还能够活多久啊 好 国民党立委洪梦凯他说 要NCC主委陈耀祥 赶快把这些管制网路的标准定出来 如果只是想要展现给执政党来看 那么大可不必 过去这段时间有没有咨询 被征询过要接任数位发展部部长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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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自己呢 有没有这个认为或是企图或是想法 认为说 如果今天蔡总统也好 变成书院长也好 认为数位发展部有需要一个 对业务执掌有相关 你过去这两年感觉 NCC这边表现 也许对执政党来讲可圈可点啊 您自己有什么想法 这涉及到行政院长的职权 我们不方便评论 如果说今天院长找您遵循呢 我本人基本上来讲 作为独立机关的首长来讲的话 我会把这个工作好好做 把哪一个工作好好做 独立机关的首长 就现在这个工作 但未来如果有更重要的任务 你也不排斥 这个我没办法去对未来做任何的评论 最主要是针对 所谓网际网路的平台责任 平台责任基本上来讲的话 平台五花八门 你们是针对影音平台社群平台 还是什么样的平台 我们针对我们现在的疏通法 基本上我们刚好今天 把这个基本的架构跟外界公布 最主要是包括连线服务 然后快速接取服务 还有包括所谓的资讯储存 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 主要来讲的话 如果比较大型的社群平台 将来是纳维规范的对象 好那大型跟小型的定义是什么 那基本上来讲 要看他的客户的使用的量 就像我们参考欧盟的DSA一样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但你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啊 不然你认为大型就大型 你认为小型就小型 是不是担任部长啊 不知道 但是如果只是要让执政党看到表现 然后以求后面试图发展 我想这就会对不起现在的职位 还是做一行像一行 好好的努力 不要辜负国人队NCC的期待 我们没有所谓的介入网络 这个问题 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因为数位发展不成立以后 各部会之间的职权会配合调整 那网期网络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各界也有一些 基本的不同的看法 但是网期网络 一个适度的一个规范 这个是现在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是的